中国人来越南哪几个行业是最适合创业的 还有中国人来越南创业的话 要多注意什么形象呢 嗨大家好 我是全妹 我来自越南 今天全妹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中国人来越南最适合创业的是有哪几个行业 第一 一定要说到的是自媒体行业 现在是网络时代 越南大多平台都跟着中国学习 如果中国2019年开始把短视频开始火 那么从去年开始越南那边短视频也开始火了 而且大多网红背后的公司呢 都是中国老板开的 第二呢 是劳力密情性自造业 比如是协服性是类的 还有电子产品这些 因为我们越南那边呢 治安比较稳定 政府呢 也是很支持那些小企业和大企业来越南投资 还有呢越南的工资比较低 就像我们老家农村那里呢 现在有很多中国的企业 开的是装教企业 还有衣服 一个月的工资才2000人民币 第三呢就是开店 开奶茶店 咖啡店 火锅店 便宜的衣服或者A货等等 在越南呢 虽然收入低 但是消费并不低 我们一个小时 有差不多6块钱工资 那么我们那边的人呢 会愿意花两到三个小时的工资 去买一杯奶茶 也是很称常的 毕竟我们越南那边 夏天是非常热 而且夏天时间呢 一般都是很长 好几个月 所以呢 是离不开咖啡和奶茶的 如果你们想找一个女朋友 或者老婆定去在越南那边的话 那开个奶茶店或者火锅店是非常适合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中国人去越南那边投资 要注意什么倾向呢 第一个 你们应该要学粤语 如果你作为一个老板 作为一个投资人 一点越南语都不懂 你在越南可能会遇见很多困难 而且会面临很多很多问题 你可以请翻译 这个是很正常的想法 但是你要知道 翻译不可能24个小时在你身边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把事做明白 你应该要学一点越南语 第二 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 越南的痛苦习惯 还有越南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 如果你要去越南做买卖的话 你应该要先了解一下 越南劳动考虑 因为我在我们那边的话 一般就是每天上班8个小时 如果超过8个小时的话 就算乍班费 就是你要额外给他个小时是多少钱多少钱的算 还有呢就是周末的话也是算乍班的 比如说周六周末的话 一般都是算两天正常工作的工资 就是基本工资的话 一个礼拜不超过40个小时 然后如果超过40个小时的话 那就是不一样的待遇 工资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算乍班费 还有在越南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要了解之后才能去 原来这个什么都不是问题 我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灰色 你得要足够的支持 包括判断能力 所以呢要去越南投资之前 一定要思考 一定要想好 想好考虑好了再去 因为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就是害怕你们智慧 今天的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再见